这当然是性打赏啊 这几位定情信物啊 知名商土剧中 演员说的定情信物 就是这台贪车 播出后设计厂商 也在脸书上打广告 陈姓夫妇刚好想做小吃生意 慕名而来 结果却是 痛得一声后门一开 餐桌立刻掉了下来 这可不是自动化功能 而是设计不良造成的后果 夸张的还有这个收纳柜 我要这样子才能拿到这个东西 陈太太体型瘦小钻得进去 如果换成壮硕的老板 光是肩膀就卡住了 拿重的东西 我必须请我的先生 帮我扶着板子 我才把东西放一下去 一件很简单的东西 变成要两个人作业 我会觉得很不实际啊 花了钱觉得没有到那边 夫妻俩第一次做生意 找了专人改装餐车 结果小餐桌只有一个卡榫 质疑业者为了省成本 上层柜因为没有拉门 导致车子一开 里面东西就会掉了下来 大型收纳柜 深达130公分的设计 想拿个东西 必须整个身体都钻进去 砸了七万七 结果换来一肚子气 怒皮设计图没有标示尺寸 外行人根本看不懂 过程都只用电话 跟简讯沟通 结果食品像是半成品 设计上是别的东西 因为它改过的时候 才会变成这样子 那当时有建议 他们也不要这样子吗 他实际建议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已经正在做了 他回来弄 我不会跟他收钱 承诺小瑕疵可以免费更换 但对买方来说 订制餐车等了一个月 到头来还是做不了生意 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还是未知数 记者刘志展张若鱼 新北市报道 感谢观看